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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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大家好啊 沒有看到我身後的東西了嗎? 我答應你們要拍的東西 今天終於到囉 又是我們好久好久的逃跑開箱 又是我們好久好久的逃跑開箱 而且我籌備的也很久了 而且我籌備的也很久了 因為我覺得你看 放這麼多東西 就是代表我們的房間很空 所以我很想要把房間的一個小角落 布置好 就是有自己的空間啦 可以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 這是我們的床嘛 這整個區域都很空 所以我就想說很想要改造這個地方 然後我身後的東西一樣是淘寶買的啦 就是又方便喔 然後現在也不好出門嘛 所以我都盡量選淘寶的東西 然後是不是有發現我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是擀了頭髮 好啦這不是重點 OK重點就是我今天也會回答大家 很多人一直問我是選擇什麼代孕的 然後之前我一直沒有回答 是因為我都一直找不到好用的代孕 如果你們跟我一樣有用過代孕的朋友 一定會有一些煩惱 然後有一些代孕喔 就是需要充值到他們家的錢包 才可以付款那個運費 還有一些錢包只收人民幣 OK只收人民幣 你又要找人家來代付 然後找代付 還要看當天的匯率 看了匯率 還要確保自己的匯率是準確的 我有遇過有些代付喔 就是你匯多給他 他不會找回你的 但是你匯少的話 他就要你補回去這樣子 OK我覺得少的補回去沒有關係 就是錢喔 你算多了喔 他也不會還你的 因為你找代付就是要很麻煩的 你要開很多的頁面 就是單單充值這個部分 已經讓我覺得很麻煩了 然後如果你們有找過代付的朋友 一定會有這個麻煩 你只要結帳了過後 你按代付 按了代付之後 還會出現一個網址 那個網址 只要一點點出現狀況 你沒有複製到很可怕 你全部的單需要重新弄過 重新下訂 重新取消訂單 一直尋回 一直尋回 然後再尋回上面的步驟 這是我遇過最最最麻煩的 然後今天我要介紹給你們的 是我目前用過最好用的代孕 就是這個 東拼西湊的代孕 它算是我用過最省麻煩的 它會一戰式的直接處理好你的東西 但是這個代孕呢 就是需要一定要用到微信 所以你們可以打開微信 先掃描這裡 所以我在慢慢一步一步的教你們做 其實是很簡單的 然後我先總結一下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間代孕 跟官網 官網的運輸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有買過的話 就是淘寶的是不可以拆那一包裝的 你知道那一包裝那些紙皮啊 還有一些泡沫的那個東西啊 有些他們會包很誇張很誇張的喔 這些都是很需要那些重量啊 跟佔位置的 然後淘寶還有一個就是 只要你的體積勒 就是超過多少公斤 你又要算另外一個的包裹 所以它就是要分開包裝這樣子 OK淘寶的敏感貨咧 你就沒有辦法選擇 你只可以選海運喔 然後還有代孕喔 就是一定要找到代孕 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敏感貨什麼 那些可能第一次訂購淘寶的朋友不懂啊 敏感貨咧就是 就是液體化妝品電器 然後那個東西有含電池的 還有等等啊這些藥物啊啊 都是屬於敏感貨 然後呢這個程序其實是蠻簡單的 我可以教一下你們怎麼用 就是你們先打開微信 掃這個QR Code 就可以進入他們的小程序 你們就按複製倉庫地址 然後到一鍵複製倉庫地址信息 OK複製好了 打開你的淘寶 然後我的淘寶按設置 我的收貨地址 然後再按添加收貨地址 我會建議大家按默認地址啊 因為喔有時候你滑滑滑一下 可能你今天明天要逛 它會跳別的地址的 所以要記得按默認地址 然後你購買完了之後 賣家已經發貨到那個倉庫了喔 就會有這個快遞單號 OK快遞單號是什麼咧 就要到你的待收貨 點擊物品 什麼XX快遞那一行 就像這個百事快遞那一行 按複製 然後回到那個小程序那邊 按添加國內快遞單號 然後按複製 然後填寫你的名稱啊 還有你的那個物品有多少錢 然後按添加 所有的東西都需要這樣子用 然後你的東西都到了的話 就會有跟你說多少樣嘛 多少樣了過後就檢查喔 然後你就會到 已入庫國內單號這裡 按進去 你就會看到你的包裹圖片 還有它多少公斤 所以你也可以看一下這個物品啊 運售的時候它有沒有已經損壞了喔 你的東西全部齊全了過後你按提交 按了提交過後你就要添加你的收貨資料跟路線 比如我購買的東西都是比較大的還有敏感貨啊 我都會選擇海運 因為海運比較便宜 像我一些東西要拍攝用到的比較快嘛 我就選擇空運喔 提送老過後耶 大概等一段時間不會很慢 很快吧 他們那個倉庫就會幫你處理啊 安排一下啊 然後幫你集貨啊 然後之後你就按去支付 這個页面呢 可以直接查看你的海運跟你的空運多少公斤 然後你看我最喜歡他們有那個拆那一包的服務 你看我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我的空運 啊來了什麼 然後有沒有對 而且生去了很多紙皮的重量耶 然後我給你們看他們怎麼組裝我的空運包裹 這個是我的空運箱 然後我就有要求要拆那一包裝 我就是不想要那麼重量那麼多 給你們看 它會幫你處理這些泡沫紙 泡沫紙以外呢 它會把那些多餘的包裝 像我們平時的塑料你看 這個的話就是不需要怎麼保護 然後它就會擦掉外面的包裝 只剩下盒子 你看這個花朵也是一樣 這假花 然後呢 你看 這樣子就已經省了很多很多的空間 它就已經幫你弄好了 然後它會幫你擦整齊 超棒的 全部都整整齊齊 然後一個箱子 這樣子就完成了 然後 確認了你的所有啊 錢啊 重量啊 這些都完成了過後 按去支付 然後我的話 我是選擇那個轉帳截圖啊 因為那個是最方便的 對我來講 如果你們有微信支付的話 也可以用微信支付啊 然後我就會選我要什麼 付款方式哦 按那個複製 回去我的online banking那邊 你要記得在你的那個recipent reference那邊 要備註我的訂單單號 我的訂單單號就是 之前你在外面可以看的 轉運訂單號 我的是138813這樣子 那個就是我們的訂單號 在截圖我們的receipt 到那個加那邊 提交你的截圖 按提交截圖 你就完成了 代運就完成了 超級無敵方便 然後現在咧 你就可以等你的貨到咯 你也可以打開那個小程序 以發貨國際訂單這邊 查詢物流 然後查詢物流的話 你可以分開看 我現在要看它運到哪裡 我的空運到哪裡 它的東西都會寫得很清楚給你 這個app你就可以直接 知道你的貨到哪裡啊 完全不需要可能它用DHL這樣子 然後我又要去DHL看一下我的貨到哪裡 平時我用淘寶公運的話哦 我就是乖乖等它來 我不會看貨到哪裡的 因為我覺得很麻煩 我不想去理這些 然後這個真的是目前我用過最好用的代運了 又快又方便又便宜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是蠻好介紹給你們的啊 因為之前我不介紹 就真的是因為那個代運太麻煩了 而且我要解釋 解釋的我覺得我跟一般人解釋 我也未必解釋的那麼詳細 他們也未必會理解 但是這個的話 你直接在一個程序都可以做完的話 我就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 你們要記得打開你們的微信掃這個QR Code 然後第一次使用的朋友咧 會有10%的折扣 我訂了1000多塊運費 直接省到100多塊 超便宜 然後這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次的風格會走比較Colorful一點 就是不會那麼死氣沉沉的白色單調這樣 好我們先來打開這個保麗龍的 我有點不喜歡 哦 這是買來放口紅的 因為我看很多人都是買那種 呃 四方型的 但是這個好的是哦 它可以堆疊耶 就是它可以堆這樣 因為我是屬於口紅不是很多的人 所以它可以慢慢的疊 或者是慢慢的向橫發展 然後這個是啥耶 哦 那個 Sona和 Yakley的 我買了好多Sona 我買的這個是一set的 我已經有量好哦 我所有東西像是我臉下的布置哦 都是我量好好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嘿嘿嘿嘿 很不好意思 因為很亂 OK 這裡呢 就是我儲庫這邊 然後呢 這個儲庫後會搬來這裡 然後我那些尺寸啊 這些我都量的好好 就是我想要放什麼東西 那些放的東西是多少CM啊 我都都有量好好的 所以我希望等一下呢 那個尺寸不要盡量擦太遠 買了 第三個 也是這個 它是一組的 這個都是抽屜的 所以 就不關 設計外面 這個是 我買的那個 叫我們熔煮燈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東西呢 也是因為我身邊有一個 它叫米妻友 欸 有押韻齁 因為它一直介紹我一些 嗯 那個 蠟燭 我就想說 哇不行 因為它介紹我的蠟燭是熔煮的 不是用火的 因為你用火的話 你燒蠟燭的話會很快就沒有 最熔的話是最最少的 然後把你的蠟燭放這裡 噢 還有一些 假報紙 這是 嗯 拍攝用的 然後還有 嘿嘿 我的假花 這個是 彤彤介紹我的 它介紹我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 在糾結著那個敏感貨 因為那敏感貨 真的是你需要找很多東西 然後在一起 然後這個的話 因為我空運 我有直接 放敏感貨的 所以呢 我就直接一起買了 這個就是一個 你可以把你的 Apple Watch 然後 iPhone啊 這些放在上面 就可以一直過 快充 怎樣 你的電話 你的手錶 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直接快充 所以 你就不需要那麼多的那些 插頭 噢 這是我的床包耶 因為我的床包是灰色嘛 但是灰色 我又不想它很亂 所以呢 我就買了一個 黃白色的床頭包 之後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八床頭的 啊 我最 我最近放的就是這個了 這個 就是頭影機 我今天 在淘寶買 我隨便找 也不用講 隨便找 做了一點功課 它可以當著藍牙speaker 又可以看電影 還有那個 看一下那個感覺 跟那個效果 噢媽媽 噢的媽媽 嘿嘿 好小一個喔 哇 以後我們就可以在房間看電影了 噢 這個是我來點綴的 就是 一點小元素 花 好嘞 我們來看這兩幅畫是什麼東西 噢 是一個花 這個呢 那時候我記得我要訂這幅的原因 是因為 我想讓我的房間多一點色彩 所以我就訂了一個 花花紫色的 噢 take a break 就是這個非常大用意 就是讓我們 在我們的房間好好的休息 因為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是那種 就是忙起來 滑手機也是在找content的人 所以就是提醒一下自己 take a break ok 我買了一個東西 就是那個 繞線的 而且這個繞線的好好喔 它是那個魔鬼斬以外 那你們注意看 它這裡 就是你看 就是這樣可以直接拔 這超方便的耶 推推 這個算是我的床頭櫃 菜你可以幫我嗎 不是完全 ok 好了你可以滾了 嘿嘿 好了 這個就是放在我床 旁邊的置物 因為我太多東西了 然後我就會這樣類似 好療癒喔 就是放滿它這樣子 然後要讓我手拿出來 這樣子 然後這個可以放在下面 然後這個可以放在上面 就是會這樣子一直排著去 我的天啊我已經被塞到 不懂應該要坐哪裡了 詠傑慧 好想念你們啊 好 快點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現在拆的時候很開心啦 我老爲瘦的時候 真的是很不想理它你知道嗎 好耶 喔 還有這一樣東西沒有拆耶 這是我們每個地毯 而且這個地毯是我想了好久好久才決定要這個顏色 因為就是它不是一個很百搭很百搭 就是我又很想要有自然的感覺耶 就是擦花擦擦這樣 所以我就定了這個顏色 喔 好舒服的顏色喔 哇 這顏色好美 我已經 可以看到那個感覺了 它的綠色好漂亮喔 喔 好搭喔 I've never felt home Till you entered my door and from that moment I knew that 各位 各位我終於弄好了 是不是覺得這角度很奇怪的 我想要給你們一個驚喜 好我先帶你們看一下我的位置 這個呢就是剛剛那個大鐵圖 這些都是我意想之內的 就是呢一些放我的日常用品啊 還有我梳頭髮的地方所有 然後給你們看這個超漂亮的床單 可惜這床單有一點我買錯款 我買了這個床粒 忘記了要叫什麼款了 就是它沒有包的就是一片式的 所以這一點我不是很滿意 再來就是我這裡 你們看到嗎就是有點亂這樣子 因為這梳妝還不是我最理想的樣子 所以呢我先hold著 等到我真的弄好了 我再給大家看 還有一個地方是我最最最滿意的 這個就是我最想要的 我的小天地區 錯了是我的 因為我先這一邊 所以這一邊是我的地方 沒有這是我的 但是講著你這樣子改造房間啊 它比較不像改造 應該是講蘇生把房間 變回它該有的樣子 你是講說本來就應該要有 對因為我們房間真的是 太空了 很像宿舍這樣你懂嗎 蘇生喔把這個櫃子放這邊 就是覺得很match 因為最重要是我們放寶寶的地方 對 它可能想要睡覺前看寶寶 隔天更有乾淨去工作 就是我平常會在這邊工作 然後我總有看 欸寶寶 好工作工作繼續工作這樣子 那我就給你們看一下細節的東西 就是這個懶人shuffle 搭配它的置物櫃 它終於有很好的置物櫃喔 像我前面講的 那之前在某個平台買的都是垃圾 嗯真的 這個質感很好 而且它其實很好推 你看它還可以 還可以推到 但是其實買不買的好 也是看你會不會買啦 然後 你這個地毯很可愛 你不覺得這個地毯很可愛嗎 就是也很搭配著我們這個地毯的顏色 這個也是很可愛咧 這個大嘴的雞肉好可愛 不要乖 不要乖 喜歡嗎 哎喲 哎喲 他說其實要給我媽媽 他的臉 哎呀 你們多多看看不會不會好不好 會不會很可愛 是不是我的寶貝 這邊呢還有兩幅畫就是我想說 哎 工作當下 好啦要take a break 這什麼概念 麻煩 然後還有這裡 這裡就是我小小的設計這樣子 因為我想要這種 很像什麼風呢 就是比較偏淺 假文清風 假蠻清 不是吧 這個應該算是比較淡一點的色系的風 所以呢 我就是搭配了這些淺白色淺黃色紅色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一點衝擊感 哎喲我最喜歡喔 我最喜歡真的是這裡耶 好漂亮 然後好看 還有我們買的投影機 各位說買投影機喔 我跟你講 是他腦袋有問題 他跟我講投影機原本啊 放在我這邊 然後設一個牆壁是這樣子的 我沒有想到那麼多 然後整個畫面是歪掉你懂嗎 我沒有想這麼多啦 所以現在搞到這個東西應該是他 他施策了 所以只可以放在這邊 對這是我施策的 來 再來 所以你還滿意嗎 我很喜歡耶就是我 這個應該就是我一想要的樣子 就是我本來想要怎麼擺 這個就是呃 完全的呃呃呈呈呈呈呈呈呈我喜歡的東西 而且我們其實搬近來已經快七八個月了 真的 現在才有像家的感覺 因為我們七八個月一直在處理別的事情 就是剛好這個疫情讓我真的想要去把這個家弄好一點 就是想要把这个房间变成房间该有的样子这样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个家主要是 也有工作室 也有房间睡觉这样子 所以它是比较杂乱一点 而且我很想要把工作跟 家里分开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秘密要跟大家说 我们即将会有新的办公室 你竟然在我Vlog里面透露出来 就是呢我们将会有一个新的工作室 但是还在策划当中 对的 但是是一定会有的东西 就是我们把住的地方跟工作的地方分开 也让我们的伙伴们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对我觉得工作环境是蛮重要的 所以想说尽量的让这个东西越来越好 我的审美有达中你的审美吗 其实讲真的一向来啦 你的审美基本上我觉得都好看 耶 因为基本上每次我做Dumbnail配色啊 Land Design怎么样我都会去问她 所以我是觉得Susan是有那种sense啊 一旁边是应该你喜欢的 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东西 好嘞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们喜欢的风格 跟我喜欢的风格一样吗 然后呢 啊底下呢我也会放一些 我觉得值得推荐那些产品的链接 你们也可以跟我get一个同款 然后对了 所以我觉得这次可以达成我的心愿 也有一半是因为我选择了很好的代孕 因为其实这些很大的东西哦 要很多的麻烦跟步骤要去做 但是 没有不麻烦 你去官方买啦 用他们官方的那个几云啊 嗯 你给了钱啦 他就跟你讲啊我要退货了 因为太大个 对 这样罢了还好没有什么事情的 对 因为买大大个东西啊 去试试看你们的懂了 真的很麻烦 所以呢我觉得这有一半也是我用了这个代孕 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用下这个代孕 因为真的很方便啊 你看这个懒人沙发就这样子寄过来了 太棒了 还有这个厨啊 还有我那个很重的那个床头厨 真的是太过方便了 所以呢大家记得可以 呃我前面有放一个QR Code 我现在再放一个QR Code给你们好了 就给你们方便收一下这个东平西臭的代孕QR Code 第一次用的话就有10%的折扣哦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影片 我希望下一个的淘宝影片 应该会是我的书装台那边吧 就是整理好这样 对整个房间的呃 完整度 没有很浪的那一层 诶诶诶 诶诶 诶诶 不要给大家看 好啦 今天就这样子咧 大家拜 讲拜拜啦 奇怪会跟我观众讲拜拜哦 拜 哈哈哈 在那边 我可以感觉到它在我的胸部 那边有点 有点 在那边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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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